欢迎收看古旗穹歌 我是许美雄 上周五美股是小跌 现在来说的话 美股四大指数 大概只有废半以外 大概都在接近创新高的地方 那废半现在来说的话 这一波来说 它还是算它比较落势的 那其他的另外 他们三个指数来说的话 像道琼来说的话 已经又要接近前波的高点了 那在上周五只有差几十点而已 差大概五十点左右 就快要创历史新高 那现在被办因为比较弱的话 因为是中美贸易战争 那这些半导体来说 会比较影响比较大 而且也加上说 在这个六月十一号的一个新闻 陆大陆半导体要去美国化 大陆半导体要去美国化 那你如果看到这则新闻 你如果没有一些敏感度的话 那你在操作上的话 你会很辛苦 因为大陆来说的话 他们的半导体来说 他们的晶圆厂 大概中芯 中芯的技术 大概只有到18奈米 那他们如果要用一些 高阶的一些晶片来说的话 远远不够 远远不够 所以要找谁 当然是找我们台长 台积电 那这一波来说的话 当然接下来的话 像半导体来说的话 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可能我们台积电 还有半导体 这一产业来说的话 可能未来来说的话 还会有很多的机会 非常多的机会 像我这边测票有个讯心 那它也是一样 它是做一些 系统整合 系统整合的一个封测 那这张股票它是红海的子公司 非常重要 它在一个红海的线 虽然股本不大 但是它所处的位置 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这张股票 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 来操作这样的讯心 那讯心来说的话 近期来说它是今天有小涨一点 今天小涨 那依我来看来说的话 它未来是会慢慢往上来推升 往上来推升 因为这个美国的半导体 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弱 四大指数里面是最弱的 这是美国 这非常半导体 那上周 上周的周末 就比特币 比特币这个虚拟货币 比特币 其实他们没有休息的 他们礼拜六礼拜天 还是有在交易 一度有到一万一千两百点 那冲破了一万一 一万一千两百美元 非常高 抱歉 一万一千两百美元 比特币 那现在比特币的一些概念股来说的话 其实我去看了一下 它的一些营收 没有成长 那没有成长来说的话 那近期也是有涨了 涨了一波了 也涨了一波了 那这些股票的话 要追的话 可能要特别注意 要特别小心 那还有像 像我之前有说 川普打关税战 这是今天早上的新闻 美国人损失 220亿美元 我看 那是现在 那接下来 如果他们真的把 再加扩3000亿 然后25%的话 那影响更大 影响会更大 那影响不只是 只有美国人而已 可能因为美国他们消费市场 是全世界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如果衰退了 那全球整个经济也会 跟着衰退 所以说这个算起来是 算非常重要 那所以要特别要注意一下 这个这些新闻 中美贸易战争 这些后续的新闻 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现在我们的操作上 像美食 美食 它这一波来说的话 像美食今天是开股东会 股东会今天好像 也没有什么样的好 没有什么表现 今天小跌2块钱 现在 它如果在这个波段来说的话 它已经 那美食我们是怎么操作的 我们从5月13号开始操作 这一波当 当然到现在为止 到礼拜五 到礼拜五最高点的话 是在 最高点到119 那我怎么操作的 5月13号 市价买进1795美食 现价92.6 119 92.6 那大概一张是获利20 将近快27块 26块半 26块半 那你自己算一下看 26块半 如果到最高点的时候 赚26块半 几乎啦 快要30%了 接近30%了 那这一波段 这样子 这一波段 这样就30点 就30%了 那其实在美食来说的话 它是涨涨跌跌 涨涨跌 涨 休息 那现在来说的话 它如果没有再持续 往上推升走高的话 我会把它给卖出 像美食 迅芯 红杰科 夜城 夜城的话 就GIS 这些都一样 那如果没有持续 往上推升的话 我就会把它给卖掉 那这些股票的话 你要操作 你不要随便来操作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到我的 打电话来 或到我赖生活圈 来这边巡回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这些股票都已经 都有涨一小段 有的是涨一大段 那就像红杰科来说的话 8086红杰科 那红杰科这一波 哪时候开始介绍呢 就是在5月27号 那红杰科它就是 华为的供应链 5月27号有来索取这份资料 华为供应链 那这一波5月27号 从5月27号 拉伸涨到上涨上来 当时的价位多少 5月27号 大概是在41 42 算42好了 到今天为止 今天现在是57.1 42块57.1大概是15块 15块的话 大概41块 15块的话就将近 有超过3成5了 超过3成5 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这3成5 这样3成5 那这些股票 我也告诉你说 你不要随便乱来 因为它如果没有办法 再往上推升的话 就是要来把它给 获利了解掉 获利了解 像叶城也是 叶城来说的话 它的基期算是比较低一点点 低一点点 它比较低一点点 那GIS来说的话 GIS现在呢 现在在6月19号 它是已经除息了 4块钱 那现在已经是填息了 它除息是在102.5 那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价位 现在是在104.5 104.5 已经填息了 这如果给它还原全值的话 它是在这里 已经在创高 持续在创高 这是我们所操作的GIS 那这些股票来说的话 其实都是 都是要买的话 都是要 都是先 事先规划 未来行情的 为什么会去买呢 因为 当然有一些原因 像GIS的夜城 还有可城 这些都是一样 为什么我们会去操作呢 因为 像华为加苹果 外资短线双倍毒药 在5月29号 可城 这GIS 那我所举这两档股票 因为我都操作这两档股票 那可城来说的话 这一波它是涨幅 比较 差不多啦 跟GIS差不多啦 涨幅都已经有一段了啦 都已经有一段了啦 那操作上来说的话 像这些股票 那当然我还是持续看好 还是持续看好 但是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再持续往上 再往上推升的话 我会先做一个 先会做一个获利了结 就像可城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可城 可城也是一样 那金它如果再没有突破这前两天的高点的话 224 224块的话 如果没办法再推升的话 我会把它给获利了结掉 因为现在我们的大盘的位置 现在也已经来到一个本扑乱相对的高点的地方 所以这是我所操作的啦 那再还有一个生技股来说的话 这个7月25号到28号 这南港展览馆的生技股 生技展 那你如果操作上 这些股票 像生技股来说的话 我准备要来 要进场 那你如果想要跟我一起来操作的话 那我欢迎来电 8773 8859 还有可以到赖宗圈来这边来报名 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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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